台北县树林有一家名停车厂在昨天闯入了窃贼 趁着保全呼呼大睡的时候一口气敲破了17辆车的玻璃 窃取车中的财物 尽管停车厂方面指出他们不用付保管的责任 但是被害车主确实认为他们付费停车 但是停车厂却是多次的遭到了扫偷光顾 真的让车主忍无可忍 地上有玻璃碎片 这是因为车窗玻璃被敲破的关系 台北县树林的这家名停车厂 21号凌晨闯进窃贼 连续破坏17辆车 偷走值钱物品和零钱 被害车主来开车直呼倒霉 这家停车厂才开放式设计 尽管都有管理员或保全在场 不过却不用负责任何车辆失窃受损问题 而且夸张的是 据说车主三今半夜发现爱车遭小偷破坏 去通知保全的时候 保全正呼呼大顺 另外监视器也不知道故障了多久 也难怪小偷敢大偷特偷 昨天晚上我们就知道了啊 就已经报警处理了啊 啊有通知车主吗 有有有都有通知了 啊大概有几部车啦 十几部 根据了解这家停车厂过去就曾经闯入窃贼 行窃好几次 车主认为半年只要一万多块停车费 却要提心吊胆 实在不合理 打算联合起来提出赔偿要求 中天新闻蔡中讯陈乃杰台北报道